世纪闪地 鹿死谁熟 斗智 斗勇 斗实力 斗准确 更斗高科技 模拟未来战争提前做出决断 突出重围 广东卫视即将推出 阿牛 你傻阿牛 牛魔王 哎 阿群 咱们老同学在什么地方去一去 你定吧 哎 楼库还有半岛啊 哎 回头再说吧 你看你急个样子 哎 帽子 走了啊 哎 真子产品 在咨询现场工作人员细心的 工厂速升煤气爆炸死亡6人 写的叫让人警醒 一旦发生了人命关天的事故 常毁人亡 企业还哪有效益而言 安全生产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近日记者才 你的心情能够理解 可是段日子以来 你拒绝治疗 不吃不喝 眼看着人都瘦了很多 要不然我充点东西给你喝 谢谢你 我什么也不想吃 你不吃不喝 怎么能恢复健康呢 治这个病 花了那么多钱 还真心疼 苏联姐 老在屋里待着也不行 我带你出去 呼吸点新鲜空气 大长 来来来 苏大姐 不动提出来 告诉你 就算鱼会死 我们是人哪 我们还不如鱼了 我今天救不减了 我看你把我怎么样 你打 你敢打 你打我 你今天要跟他打了我 我明天就让你骨灰盒 送这本去 你知道吗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干什么呀 两个打赢了 这人家里的中国人呢 走走走 下面打 打 是就是他 打死他 老马 干什么 打起来了 孟小明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为什么 就为人家都让平子你看 走 全靠 大叔 孟小明 住手 孟小明 住手 孟小明 住手 孟小明 这几只矿泉水的瓶子 说明了我们和国际现代化之间的差距 过去我们把大海洋当作垃圾箱了 什么东西都往里扔 这说明我们的文明素质的低下 今天日本专家给我们上了企业现代化管理的第一课 他们这种现代化管理的意识 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教育 大家记住 今天的事是我们中外合资企业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今后谁要是再往大海里给我扔东西 哪怕海上正在刮台风 我也得让他给我捡起来 大家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我欣赏你的精神 我不欣赏你这种举动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领导 一个企业领导的职责 是要做到精确的指挥和调动 在日本的企业界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什么事情都亲自去做的领导 是一个应该被撤职的领导 袁中军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家喻户小的话 叫村看村户看户 群众看的是干部 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 往往比打人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大庆石油人的作法 按照我们日中双方签署的合同 你这位中方的矿长 也必须要经过企业主管的考核 不客气的说 这是我的考核 合格后 你才能够正式上班 也就是说 你现在并没有取得上岗的资格 更何况 你这些刚刚 还在往海里扔平均的工人 你现在马上去换衣服 十分钟以后 在中控时 我对你进行考核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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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